3月18日,习近平主席应约与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,美方再次承诺,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,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,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,不支持台独,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。 中方认为,美方有关做法与拜登总统四不一无意的表态严重不符,我们对此坚决反对。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,中方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,既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,也是应对美方挑衅的必要举措,完全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。 南海军事化这顶大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,美方才是其合适的主人。 阿奎利诺将军飞行期间,看到的不应只是星罗旗部的岛礁,恐怕还包括不少耀武扬威的美军舰机。 他们不远万里跑到南海来寻衅滋事,究竟意欲何为,地区国家看得很清楚。 事实证明,美方才是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。 是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。 今年是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,中美作为两个大国,何则两立,斗则俱伤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,我们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,汲取历史经验和智慧,推动两国两军关系尽快回到健康稳定的正确轨道。 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做出更大贡献。